病毒細菌無處不在 就像這個世界的壞人一樣 如果你要這個世界沒有壞人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現在我們又要留意另外一種新的疾病 其實也不是很新的 其實也有了一段時間 正式進入這個話題之前 想和大家介紹一部即將公演的舞台劇 這是由一部本港作家編寫小說所改編的 劇名就是神探福爾治摩斯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說英國的福爾摩斯 這位神探叫福爾 他有一個別字叫做摩斯 是一位生於晚清的中國神探 故事是發生在1880年代的香港 劇情當然是離奇曲折 在很多的謎團和詭計當中 很精細地植入了香港的歷史事件 人物機構 為福爾的探案披上了近代本土的一些聲色 這是劇場空間的製作 小說的原作者是莫里斯·Maurice 他就是我們很熟悉的莫文蔚的哥哥 這個劇將會在11月24日到12月2日 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的大盒上演 稍後我有更多資訊的時候 會和大家更新一下 大家在這個節目完結之後 記得看完 包尾那條介紹這個話劇的短片 記得看完才跟我說拜拜 現在說回香港面對的另外一種新的病毒 這個已經被談論了一會兒的 類鼻椎病 類鼻椎是一種由類鼻椎 百克氏菌引致的疾病 它可以影響人類和動物 例如羊、豬、貓、狗等等 都會受到影響 這種細菌是廣泛存在在土壤和泥水中 特別是一些濕潤的黏土 類鼻椎在東南亞 例如新加坡、泰國和澳大利亞 北部的地區是很流行的 在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這個疾病 深水埗自從在8月起 錄得有25宗的類鼻椎個案 雖然到現在已經有21天 未有發現新的個案 但是深水埗區的患者 又再多一個人是離世 他是一名患有糖尿病 高血壓的89歲的伯伯 前日11月7日就過世 令過去3個月累計的死亡人數增加到7人 雖然現在感染的人數不算很多 但以防萬一在今個星期五 政府都會罕獻將這個類鼻椎納入去 法定需情報傳染病 所有的註冊醫生如果有懷疑或證實 感染類被追的個案都需要情報 讓衛生防護中心可以監察到這個病毒的流行趨勢 人類是怎樣可以接觸到這個病毒的 就是會通過接觸一些受污染的土壤和水源 尤其是經過皮膚損傷的傷口 還有吸入受污染的微塵水滴 和飲用受污染的水都會受到感染 人傳人就很罕見的 但不是不可能 基本上都可以透過接觸到患者的血液 或者是體液傳播 這種病毒的潛伏期通常是兩個禮拜 到四個禮拜左右 但它都可以快到一天這麼短 都會發生的 又或者有時候可以潛伏幾年都可以 類被追的死亡率都挺高 大約有40至75% 雖然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現在的個案都不算多 但亦不能不關注這個疾病 這個病對於身體虛弱的人士影響特別大 這個病毒有些高危群組要特別小心 有長期病患的 包括糖尿病、肺病、肝病、腎病、腎病、癌症 或者是免疫功能受損的人 受到感染的風險就會比較高 另外如果從事農務、實驗室或醫護工作的人士 亦可能有機會在職業環境中受到感染 我們香港去年有17宗人類感染 類被追的個案 但是今年不知為何 已經錄得是34宗的個案 比起去年全年升了一倍 這個疾病最令人覺得是奧魯的地方 就是類被追的病徵不是很特別 有些司機醫生說是很難由求診者的臨床表徵來判斷 他有沒有感染到類鼻椎 亦都很視乎感染的部位 常見的病徵包括發燒、頭痛、局部的痛楚或是腫脹 溃揚、胸痛、咳嗽、咳血 局部的臨巴結腫大都是特徵 類被追的臨床表現是會包括一些局部的感染 例如皮膚隆腫、肺炎、腦膜、腦炎、敗血症 或者是慢性化膿症感染 醫生通常都是要在求診者的職業 問他有沒有去過到訪到爆發的地區 其他因素來作出一個初步的判斷 所以防護中心現在都預備定期向醫生 交代一些新確診個案的行蹤 居所等等的資料 有了這些資料 醫生才可以是較為準確地去判斷病人 有沒有可能接觸到這些病毒 但最終都是要抽取排泄物 進行化驗才可以確定他有沒有染疫 究竟為何現在這些個案都會集中在深水埗 仍然是一個謎 衛生防護中心連日以來都調查了深水埗很多個個案 日前在區內的配水庫泥土樣本成功地種植 部分與區內患者的菌是極度同源 但深水埗近日沒有供水系統受到外來污染物的影響 相關的配水庫和區內的食水樣本快驗檢測 一直都是符合本地的食水標準 現在唯有在相關的配水庫繼續做一些深入的調查 包括看通風口收集的色紙樣本 不過淚鼻椎不是沒有藥物可以治療病人 基本上患者都可以用抗生素來治療 一些慢性感染可能需要較長期的治療 不過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死亡率都不是低 可以去到40至75% 大家可能會問 那有沒有疫苗可以預防這隻濾鼻椎感染呢 非常之可惜 現在是沒有針對濾鼻椎的預防疫苗的 要預防感染 我們能夠做的都是離不開以下幾項 第一 避免接觸受污染的土樣 第二 進行有機會接觸到土樣或者泥水的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穿適當的防護衣物 例如佩戴手套、穿水箱 第三 接觸受污染的水或者土樣之後 要進行清洗或者淋浴 第四 排走每天頭一分鐘在水喉開出來的食水之後 才用水來擦牙、洗臉或者洗澡 第五 盡快清潔傷口 還要以防水的物料來蓋住的傷口 第六 接觸了土樣和進行懸藝活動之後 就一定要用番茄和水去清潔雙手 第七 要注意食物衛生 不要飲用一些未經沸騰的水或者未經處理的水 第八 外游的人士有權有機會透過戶外的水上活動受到感染 我們就要避免接觸可能受污染的水源 例如河流、池塘或者湖泊等等 這樣就可以減低受感染的風險 大家唯有小心一些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講到身體健康 我又要提提桂圓尾的養生強體滋潤養銀漬飲湯包 今期智雲有禮是有湯包送給大家的 桂圓尾的養生強體滋潤養銀漬飲湯包 是非常方便的 最適合繁忙的都市人飲用的 只需要加熱三至五分鐘便可以喝了 絕對沒有添加味精、沒有防腐劑、沒有人造色素 也沒有額外添加鹽 是採用了高溫高壓滅菌技術製成 可以常溫保存的 養生強體湯包功效很多 大家快點行動 湯包送完即止 大家只要在以下說明description的欄目中 按一按貴完美的連結 寫下簡單的資料方便我們聯絡到你就行了 除了可以得到湯包之外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的頭皮檢測 同一次的免費療程的服務 好 一起看看湯包究竟是怎樣 還有什麼功效 到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繁忙 要自己煲一口湯水來喝一下 多難 不過不要緊 桂圓美有新的產品推出 桂圓美除了幫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內在美都照顧 他們有五種的湯包 健肥的健肺的補腦的去痰的 保護喉嚨的各色其色 各樣都有 這些湯包是沒有味精也沒有鹽 相當健康的 而重點就是 只要將它們放在熱水裏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也想買的話很容易 上你HAE Shop網購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發在生的中心 或者是桂圓美的中心 修理一下頭髮 再買一些湯包回家喝也可以 好 來吧 好 好 謝謝 什麼 我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